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深度之旅 标榜是什么呢 它是11天的行程 但是却标榜有12天的内容 而且行程之中还安排了游客 可以去米其林的星级餐厅去体验 这几年米其林星级餐厅来台湾开店的也不少 而且越来越多的饭店 请到米其林星级餐厅的主厨来台湾客座 那么现在因为国人懂得欣赏米其林品位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标榜深度旅游的旅行社 就会尽量在可能的范围之内 带客人一方面去游山玩水 看古迹 看博物馆 看建筑 同时也会把米其林餐厅放在行程里面 那么这个奥捷11天的行程里面就安排了米其林的星级餐厅 而且他标榜11天的行程 却有12天的内容 讲的就是超值 这是行建旅行社设计的 所以我们看了很特别 就请行建旅游的资深的领队范士文 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跟我们来分享 台湾赴东欧旅游市场的现况 以及他们家的行程是怎么设计的 有何特别之处 这个士文在我们现场 士文好 大家好 士文你在行建做多久了 从一退伍进来 差不多12年了 一退伍啊 通常我的理解是 做领队都先从业务开始 业务开始 或是OP开始 OP少 OP女生嘛 男生不能做OP吗 男生比较喜欢跑外面 真的啊 先从跑建开始 你是学什么的 学观光的 就是刚好读观光 是哦 对真的喜欢 所以十几年也没改过行业 对不对 也不知道要换什么 真的吗 对还要去考领队执照 那一定要 难不难 可能现在因为 人口那个嘛 旅游的这种市场越越大 越来越大 然后当然现在变为 但是我很好奇啊 因为行建是做直客的嘛 对不对 都有啦 也有 你们也有做wholesale啊 对 在同意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wholesale嘛 哦 你们是wholesale 对 然后那个你们做的都是比较长城线的多嘛 对不对 对 欧美中东这些的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是 是说很多的这个领队啊 刚开始入行都要先从短线开始 然后再去慢慢带长线嘛 因为长线的复杂度难度比较高 但你们都是长线 那你那你这个训练养成的过程 那就还好 一上就上长城线了 对啊 那公司当然是有一些 所谓的员工教育训练这些的嘛 这个倒是不打紧啦 我们进来这么多年看到 新的领队也这样子一直有心血进来 那就是公司的这种教育 会让他们有这个能力符合上团的这种资格啦 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没有啊 很多领队实务啊 理论是理论啊 考照的时候那些都是有考古题嘛 对不对 对 考试是一码啦 但是 考试是一码 但是食物有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火车蜡一般 你后面整个行程 那个临时要改 要那个危机处理 那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 当菜鸟的时候 还好公司那个安排完善了 真的都很好 对其实领队大概就是照表操课 对 对你照着这个公司给你的ITIN schedule 其实基本上 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问题不大 对 但就是难免会有一些 难免啦难免啦 对不对 当然啦 你比如说去意大利去 西班牙有时候碰到一些 一些扒手 扒手 那个你的危机处理就很 护照就就很麻 像我 像我昨天刚回来嘛 然后刚好这一团团 客人 哪一个哪里 呃也是东欧 克罗埃西亚 对 那刚好客人护照就掉了 在最近 被扒掉还是 被扒被 真的假的 克罗埃西亚也有啊 也有啊 现在 在旅游人口多的地方 嗯 都有 卡手一定都会有啊 那你怎么解决 呃这个也当然运气好运气好啦 嗯 毕竟我们老板姓教的嘛 真的吗 刚好在阿门的这个土地上 嗯 运气好 刚好这个爬不到皮包嘛 只有爬到护照嘛 小偷 那就把 那小偷也就把护照 水手就扔掉了 找到了 就找到了 结果警察 多久找到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找到了 所以警察也知道这些 警察知道 小偷的路线 跟当地的店家 有一些餐厅商店都认识嘛 嗯 就请他帮忙一下说 如果 警察有看到 台湾的护照 嗯 那可不可以 就是说通知我们一下 嗯 刚好我们在中午吃饭嘛 嗯 对啊 然后刚好就是 就还我还在联络啊 因为我们如果说在 你急死了啊 那时候 还是会吧 难免 难免啦 因为你刚好就是要回来了嘛 对啊 然后那也没办法 就说你必须处理嘛 那刚好还在联络的时候 警察就从后面敲我的背嘛 说 哎 你们 是台湾团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本护照掉了 就问 哇 这个就 可是钱没了 对不对 刚好 他只爬到他 护照而已 钱包没掉 客人还满聪明的 就是他有 分开来 对 他把护照 钱啊 这些分开来 所以只爬到护照而已 那如果今天没解决的话 你还得去 找住外单位啊 什么叫 住外单位 我偏偏这我们国家在那里又没有 台湾 外交嘛 那那怎么办 那只能联络 最近的住外单位啊 像 这边最近的话就是奥地利嘛 奥地利的办事处嘛 就补发 补发 要用快递的方式寄过来 那偏偏你又要 可能就再过两三个针头就要登机了 哦对 我是隔天就要离开 隔天 隔天 对啊 那那也 这个后面就 点点点点点点 故事很多了 很累 对就很累了 很累了 累的话是客人累了 我们就是反正一天 就服务嘛 对啊就照表操课嘛 这个公司都有SOP嘛 对不对 都有SOP 这个 都有的 可是当菜鸟的时候 难免会紧张 会紧张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欧洲团的时候 第一天到 结果客人就护照掉 真的假的啊 你就已经碰过了 第一天就碰过了 护照就掉 那你那个时候在哪一国啊 那时候我记得在芬兰嘛 哦 对啊 不过也是一样 也是 对不对 又是信这个哈 上帝的国度 然后反正 真的吗 对对 这跟这有关吗 哎 这个我们都 茶余饭后的这个嘛 这个笑一笑嘛 对不对 然后刚好也是很lucky 刚好那天我记得是礼拜五嘛 那礼拜五下班之后 然后这个老外他们就周休日 对 对 那刚好打电话过去 然后办事处人接到电话说 哎呦 我正准备要下班 糟糕 对那还好还好 好吧 就服务嘛 台湾同胞 哦 台湾办事处 对啊 台湾办事处 那就说 那你过来 赶快补 哎 赶快补啊 那也就 也就解决了 就解决了 哎呀 真是 不过这个做欧洲团领队 稀有国家领队收获还不错了哦 这个收入了 这个这个 好像这个是 全台湾都会听到吗 不是全世界 全世界是吧 OK啦 OK啦 本来就是嘛 那当然啦 在 对不对 在这公司 对不对 还不错啦 公司 所以这个要历练了 你要有本事来带欧洲团 那你就是要服务要好 然后要知道这个那个 对不对 怎么样去安排客人 让他们很满意 对啊 就是反正出来玩嘛 每个人出来旅游的目的不一样 有的人目的就是 我就是要看很多东西 对 有的人又是要拍很多照片 对 有的人就是这个购物清单列一大串 哎 那这个这个一个行程里面有不同目的的人 那你怎么办 那基本上我们 你怎么同时满足 只能做中庸之道嘛 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 专门满足某一个 嗯 族群的 但是我们尽量大家 都能够在时间上都能够分配的到这样 好啦 听起来你这个12年也不简单啦 分析一下 现在台湾副东欧旅游市场的这个主流行程分级类 一个是奥杰兄 一个是奥地利 奥地利没有单国深度对不对 然后市场少 捷克有 捷克单身有 有 奥杰兄 奥杰 捷克单国 还有什么 或是奥杰师兄吗 斯洛伐克 那个斯洛伐克大概就蜻蜓点水了 蜻蜓点水 对 首都晃一下 那还有呢 没有了 大概以东欧市场来讲的话就是 当然我们比较耳熟能想就是说奥杰这一块 对 以前因为旅游天数比较长 可能奥杰师兄 现在的话因为大家 对 奥杰兄还有吗 对 奥杰兄也有 奥杰兄用几天来操作 大概也就是12天 12天都可以操作完 那现在的话就是可能就比较 慢慢的就比较浓缩精致一点 我们强调深度嘛 对 所以就是以奥杰11天10天为主 这个是大概在东欧市场第一个啦 那现在最好卖的就奥杰是吧 其实最好卖其实奥杰跟我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克罗埃西亚 其实这两个地方都算是我们讲的 克罗埃西亚已经是单国了嘛 对 没有 克罗埃西亚基本上也是就因巴尔干嘛 巴尔干半岛 巴尔干半岛 基本上也是就是走 他几个国家穿 嗯巴尔干 斯洛维 巴尔干的话斯洛维尼亚 克罗埃西亚黑山嘛 或是有的行程 黑山现在进去了 黑山进去了 或是说还可以去走一下这个所谓的波斯尼亚 哎呦这真的不知道啦 哎波斯尼亚就是我们讲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会爆发的地方 那很少吧 那个行程 比较少 这个比较少 这个行程很独特很少 哎是比较少一点 嗯你们家有 有有有有 这当然这是要取决于航空公司 嗯对不对 这个还是取决于航空公司 那现在去奥捷的这个主力航空公司是哪几家 其实基本上我们不可会言的啦 嗯 以一般台湾的消费市场来讲 以奥捷来讲还是 就是说大部分还是就是现在还看是 用国籍航空 国籍航空公司啦 对不对 所以维也纳进 但是他这个问题就是他只能维也纳单点进出嘛 嗯 他就必须绕整整一圈回来 哦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用老外的航空公司 例如说像 土耳其航空 像是阿联酋航空的话 这个价钱杀得很漂亮啊 对不对 哎价钱的话 这个当然 给的很那个吧 对那要看时期啊 你说的时期是什么 就是看旅游季节 对旅游季节这些 那老外的航空公司 他毕竟进出点比较多 嗯 那我们旅游时候常常会喜欢 就是说 好搭配 配套好配 不走回头路啊 对不对 那你们用谁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以 土耳其航空跟阿联酋航空为主 哦 就是你可以 我也纳进不拉格出 或是不拉格进我也纳出 你就走整个精华地方 你也不再 拉一圈回去 嗯 坐车时间很长啊 是不是 对啊 会害怕啊 会害怕啊 会烦吧 对啊 就是想说去出来玩 结果半天都是在坐车 对不对 对有一些观念 有一些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 就是说拉车行程就是 就是品质不好的行程 但是 但是有时候要想想啊 你要看国家了 对没错 有的国家就是大 你除了坐飞机 或是坐超特快的火车的话 你还真没办法 你真的得 你说去澳洲 这么土地 这么辽阔 美国加拿大 这种这种 对没错 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 那当然了 一分钱一分货 你当然你也可以坐飞机 但你坐飞机的话成本就会高 这个就是所谓的极端内路线的问题了 对没错 但澳洲还 欧洲还好 欧洲有些国家 中欧北欧南欧 北欧又不一样 他们串起来的时候 一个国跨一个国的时候 你坐车还是比较那个 当然你可以 但他们还有多一个那个火车 火车啦 对像台湾高铁 可是火车你还得要看 它的等级嘛 还有没有站 对 有没有站 因为高铁毕竟它大概 基本上行进路线都是大的城市 而且欧洲的高铁票 有时候比飞机票还贵 对不对 如果你要有一点一定档次的 重点是看 一般旅游在设计的时候 我就看说我这个时间 有没有这个车次 有没有办法match 有没有办法match 就算有 那旅游团的话 乘团的时间不一定 对不对 台湾的旅游团操作时间 真正旅游旅行车在操作时间 不会很长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 有这个风险在 对不对 坦白讲有这个风险 嗯 时间有车次有 但是这个没有位置 嗯 那奥捷的话是还好啦 奥捷还好 对因为毕竟 如果说你能够 两个大 两个首都嘛 威也纳的话 嗯 你能威也纳进布拉格出 或是布拉格进威也纳出 其实基本上 机位搞定了 后面的话就是一台游览车 就顺了 对绕着这个最精华路线走一圈 走一圈 这样其实就算了 就算了 大家差不多对不对 对大家差不多 如果是奥捷大家差不多 对不对 对奥捷的话 如果说一样 就是对照航空公司 如果说你今天是只有台湾的 国际航空的话 你就必须再回归到威也纳来 好我们休息一下 近一段广告 待会就跟我们聊这个 行舰旅游啊 他们设计的奥捷行程啊 跟别人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嗯 来我们回到节目中 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行舰旅游的领队啊 范世文 那我们聊的是 他们家设计的一个 奥地利捷克深度之旅 十一天啊 上个阶段我们稍微分析了一下 这个东欧的行程 大概是几大类型啊 就是多国的话 就是奥地利捷克 匈牙利加波斯尼亚是吧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 奥杰师兄 奥杰师兄 要不然就是奥杰兄 要不然就是奥杰 当然还有单国的捷克 奥地利很少 为什么奥地利单国很少 奥地利那么好玩 其实也不是少啊 我还蛮喜欢奥地利的 消费者的心态都是这样嘛 他觉得国家太小 我飞去一趟那么远 那我就 就是三十年前啊 现在你说 还是有 现在还是有啦 对啊 现在还是有了 因为基本上台湾人的假期 都是安排在差不多十天十二天之间 嗯 在场也很难了 对啊那你走一个单国的话 难免会有取高和寡 不是没有 而是这个 会取高和寡 对啊这个 不多啦 市场上的确是不会很多 那最主要 那好那为什么捷克单国就活得下来 奥地利单国就做不出来 奥地利最主要 我我自己认为 因为奥地利他本身 其实他是热曼的啦 他是德 讲德文的 那他的特色 其实在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当然毫无疑问 是威也纳嘛 音乐制度嘛 另外一边的话 就是往湖区 跟这个所谓的莎士堡嘛 莎士伯格嘛 就是我们讲的真扇美嘛 那些地方 那这两个地方这样加起来的话 其实你说 玩十天太多 玩十天的话 可能啦 不尽兴啦 我们只能讲 不尽兴 不够尽兴 对啊 如果说你能够往 往这个北边的捷克去的话 我觉得其实 就完美了 我觉得捷克是因为 多少人还是有那个布拉格的春天的 那种印象 对不对 布拉格春天 是不是 布拉格春天是闹革命 对啊对啊 可是就觉得布拉格 一讲到布拉格就是美 一讲到布拉格就 对不对 沧桑啊 这我觉得布拉格 我觉得奥地利也很美啊 奥地利其实是真的 更美 而且他很peace 就是说那种气氛 他是中立国嘛 对 他是原来的中立国 他很平和 那种气氛 对不对 那真的是 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人 要念点音乐史啊 或什么 他们才更有感 哦对对对 很多这种好 我读这种音乐的啦 有关于音乐的 出生背景可能是有关音乐的 其实对于奥地利是 那个叫朝圣的啦 对 他们的 以他们的角度来讲是朝圣 对啊 一定要去听听音乐会啊这些的 对 这个是一定的啦 这个奥捷啊 传统的一般坊间一般旅营社的结构 十天他们是怎么分配 而行件是怎么分配 好 那一般来讲好 就是说以我们像以比较传统的这种讲法的话 曹隆华航的话 嗯 他就是一般就是十天作为一个套嘛 对 对 一个pattern 一个pattern 一个套件这种形成 那基本上尤其是以华航比较多了 那一般十天的话大概就只能玩七天左右 十天七夜 对 十天玩七七天左右 因为第一天你在飞机上嘛 他们是晚班机还是在那 对晚班机都大家都是晚班 到那边的时候已经也是晚上了 到那边是第二天早上 那就开始了 对就开始了 但是麻烦的是他他在回程的时候 他必须第九天的十一点多 十二点不到他就要起飞了 所以代表说第九天早上 对其实第九天是空的 没有办法 所以说你十天大概真的就晚七天而已 吃完早餐就拉机场了 对 而且还蛮赶的 对没错 那你如果说你用老外航空 是像土耳其航空的话 他回程的话是晚班机回 那晚班机回 基本上就是回程的那一天 你还有几乎是超 差不多快一天的时间 你还可以做行程 那你就是同样啦 收获不一样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十天 十一天多一天 多一天的这种 那结构上呢 我所谓的奥捷结构 就是说在匈牙利 在奥地利待几天 在捷克待几天 然后主要的city是哪些 结构上有没有差别 像你们标榜深度的 那其实我们先以 就是说这两个地方 两个国家来讲 对奥地利来讲的话 第一个我们讲 他最主要大典在威纳 对对不对 那威纳当然像 多待几天了 对像我们这个行程 那威纳他至少是 待足足两天的时间 两天 对足足两天 那你这个两天的时间 那你这个当然 你行程就可以安排很丰富 一般来讲 Normal的行程也是 一般大概就是一天左右 你们两天 那你一天的话 基本上一个熊布朗工 对不对 一个美权工 之后下午大概 你身为我们领队的 我们也知道客人的属性 你一定要让客人 对不对 去这个环城大道的老城街上面 这个步行街 让他们去 一定要走一走 一定要去 还是要还要排一个沙赫蛋糕 沙赫蛋糕 对不对 让他们去逛一逛 看一看 对 吃不吃到无所谓 你们不排吃 因为人多 不方便 不是 你只要有时间够 他自己去 自己去都可以 其实也不一定要去沙赫蛋糕 中央咖啡馆 对不对 也可以嘛 大家还是要买那个 对不对 那个咖啡 奥地利咖啡是一名的 所以说基本上 你排两天的时间 该看的 时间比较够 对该看的你可以看到 像熊布朗工 对不对 市议会 淮山大道上面这些大的建筑物 都看到 你想要真正 对不对 购物的 也有时间 也有时间 那一天的就没办法了 一天的话你就只能就是说 快快的 对快快的 各都只能取一点取一点 这样子 而且奥地利的这个 洗手间很不方便 大哥这个去过 可能也去过不少次啊 很多次 对对对 真的是不太方便 对对 老外嘛 最主要他们洗手 寸土寸金 对对对对对 我们所逛的地方 都是寸土寸金 唯一的 比较有可能的就是 麦当劳 麦当劳 但是不是所有地方都有 老外的这种什么素食店 甚至星巴克 对对对 他就很多 他的那个 这个卫生间 他都还要投币 对对对对 密码 密码 还有有个人帮你来弄了 对啊 台湾人又喜欢就是说 开了以后就一个人挡在那 然后就一个一个 鱼罐而入鱼罐而出 对不对 但没关系了 这个只是提醒大家了 就是说 有一些民情风俗不一样 好 奥地里你是带两晚 然后在结构上就直接拉到 我也那带两晚 我也那两晚 我们就往这个所谓的湖区嘛 湖区 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就包含这个我们讲的神沃浮港 哈斯达特这些地方 其实哈斯达特这个地方很小 但是我想 我们中文翻译通常 哈斯达特 哈斯达特 这个基本上在Google啊 你在这种路口网上搜寻的话 要写哈斯达特 你大概都可以看到那个照片 那个甚至 美得不得了 美得不得了 甚至像那个什么window的那些桌面 他有取那个风景 他就是像瑞士的湖光山色 湖光山色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 你用一般传统十天的行程来走的话 大概去点一下就贵了 停都不停 会停一下 但是你说真的 能够让你有这种流连忘返的感觉 那你们是怎么安排 那像我们就说 以你出了 以奥迪来讲 你出了维也纳之后 对 你要拉车去了 对你要拉车去 你经过湖区 然后到萨尔之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对 对 我们讲的真善美拍摄这个地方 对 那一般来讲大概 一般传统旅游在那边 顶多就是以萨尔之堡为中心 在旁边 也许他去一个小镇 再搭配一个景点 大概就结束了 大概就结束了 那你们呢 那像我们的话 你看我们到了从这个 维也纳出发之后 我们可以经过 Milk修道院 可以坐多脑河游船 哎呦 然后中间还经过 一般的这个平价游船 量饭游船 是没有这个 大概是不会有了 这个多脑河游船 在奥地利这一段 瓦哈河河谷之后 它其实也列为 连国教育文组织保护的遗产 那个 那个要上船多久 大概 你坐船大概都是一个小时左右 那个不算是 River Cruise 算 对 它河沦 对啊 就是River 河沦 但是我们只坐一小时 对 差不多一小时 也不用餐 多脑河太长了 多脑河2850公里 对 太长了 我们就体验一段 体验一段 两岸可以看到很多古堡啊 古堡 然后乡村的风光 小镇 有没有机会看到葡萄田 太多了 奥地利是冰酒有没有的地方 所以会看得到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你从维也纳出来 你这段 哇河河谷的里面 那我好奇 我们这样排 那他们没排 他 我们维也纳停两天 他们维也纳停一天 那他们其他时间到哪去了 他 因为他必须要维也纳回 所以他落到最远 他要赶 他到布拉格之后 他必须还要回维也纳 而且他又只有十天 哦 懂了懂了 他必须要一路赶 对 但是停留的点可能可能类似 但是停留的时间 跟安排的景点不一样 那就会有差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们讲 如果说有这个 各位听众有这个机会 能够上我们家网上可以看一下 的话你就发现到 就是说 其实他从维也纳出来之后 除了做游船之外 他其实停很多很特别的点 例如你讲讲 冰洞 万年冰洞 对不对 这个你不论是夏天去 这个是在哪里 这个冰洞在哪 这个也在奥地利 也在湖区这个地方 也在湖区 有个冰洞 冰洞 里面进去都是冰天雪地的 冰封的状态 他是什么 他是在冰河底下挖个洞 他在山上 他在山上 山上就是冰河 对他在山上 但是 亿万年的冰河 外面你可能像夏天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是穿着短袖 但是进去之后要披着外套了 他会借衣服吧 可以租啦 那边可以租 但是我们都叫客人自己带啦 方便啦 你租的话 租有就租就租嘛 带一件多重啊 好不然就清雨容是吧 清雨容 现在是现在台湾的是消费者 装备都很齐全 很齐全 要什么都有 所以这个是一个你们独家的安排 一个冰洞 冰洞 还有呢 那还有包含这个所谓的 游船 游船 还有盐矿嘛 那个地方 大家都会去啊 盐矿 但是像我们的话 还多了一个是所谓的 拉去德国的国王湖啊 因为盐矿你可以讲一讲 盐矿就是好像就是他们有一个 那种像溜滑梯一样的 溜滑梯啦 这个 没错 没错 因为他那个地方以前 这个造山运动嘛 以前他也是在沉在这个海底的嘛 那造山运动起来的话 海水就在这个山顶上 结成盐了嘛 那盐的话 所以说这个中古世纪的时候 那个地方是 产盐的重镇嘛 那以前的话 盐八跟黄金一样 盐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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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士兵的薪水有关 为什么 我们进一段啊 待会儿来跟大家分享 嗯 来我们继续跟行舰旅行社啊 行舰旅游的领队范士文 聊他们家设计的这个维也纳捷克深度之旅啊 哦 因为他们用的这个航空公司不一样 所以啊 旅行团在安排航空公司的时候 也有一些考虑了 就如果用国际航空啊 他可能的 因为他必受限于进出航点的限制 他的行程就可能会走回头路 所以在呃 旅行社在安排行程的时候 有些地方就会比较赶 这是不得已 因为为什么你得回头再从维也纳进出 维也纳进维也纳出 但如果你用的是外籍航空 从这个维也纳进 比如说从从捷克出的时候 布拉格出的时候 你就可以比较放缓的脚步啊 在一些重要的景点 停留比较早久的时间 而且呢还可以安排一些比较独特的景点 像上个阶段这个士文就跟我们聊到了 他说他们家就会安排 比如说在这个游湖啊 你可以上船 因为欧洲的这个你到了欧洲 欧洲的这个水路交通是很方便的 你如果没有体验一下所谓的河轮啊 River Cruise 我觉得很可惜 我自己这两年也很喜欢河轮啊 然后另外他们会安排比如说岩洞 那上个阶段我们就聊到岩 岩在中古世纪的时候 哈呀那个贵的不得了 对不对 没错了 对不对 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叫沙拉 前面是SAL 它就是跟岩有关了 啊那个时候为了要补充体力 然后比如说薪水为什么叫SALERY 那古时候中国世纪的时候 罗马士兵啊 他们是发盐的 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盐很少 你今天没有盐 你没有体力啊 是发盐的 所以盐跟这个 盐是一种财富了 大家不要小看了 以前盐是很重要的 哦对不对 财富的象征啊 然后那个盐洞我记得我去了好几次啊 两三次 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个就是在一个盐框里面 然后你往下走是用溜滑梯的方式 然后那个滑梯是用木头做的 木头做的 对不对 几分钟我忘了几公里啊 几公尺啊 这个基本上 你自己滑不滑 一定要滑 你也得滑 要不然你下不去 没办法服务客人 你可以走楼梯下去了 太累了 对啊 没这个必要 来那么一次 当然就是直接冲了 眼睛 那要提醒客人 今天不要穿热裤啊 没关系 反正他里面他会帮你换衣服 还是要换 你就自己穿他们 他们都会提供这所谓的矿工服 盐矿的服装 我还想那个穿呢 我记不得了嘛 我还想如果穿了迷你裙 下来以后 那两个腿可能就红咚咚了 哈哈哈哈 不过这个没问题啦 这个都没问题 这个其实欧洲旅游的话 基本上 他们那边的 该有的配备 软硬体 其实都已经设想得很好 好 所以我们在维也纳的时候 维也纳 然后完了 奥地利就维也纳加湖区 还有吗 萨尔斯堡嘛 萨尔斯堡 以萨尔斯堡为中心点的话 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可以延伸出来很多 对不对 人家一般行程排萨尔斯堡 停几天 你们停几天 基本上 大家签数一样 大概签数一样 像我们的话 两个奈 一个奈 那像我们的话 我们在这个萨尔斯堡附近 还包含令子 对不对 这个奥地利的一个工业大臣令子 所以说我们在那边 其实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去盐矿 你可以去冰冻 你可以去冰冻 你甚至可以去到德国的国王湖 德国国王湖 还交界处 对没有错 那你甚至有的德国行程都去不了这个国王湖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他在 你们排了 我们有去德国王湖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湖去的话 哈尔斯堡特 沈沃夫港 通通都去了 那这个也就是因为你时间够 对不对 你十一天的行程 你是玩九天 等你十天 传统的十天 玩七天 差一天 差两天 对差一天 其实真的是玩差两天 可以差两天的时间 那再加上你南北不走回头路 那这一拉下来 几乎就是半天又要一天 但是这样子的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吧 那当然了 可能一定 因为点多嘛 参访的景点 参访的景点 停留的天数多 你当然这个团费会深贵一点 但你玩的比较尽兴 比较深度 对玩的比较尽兴 那你排的那个 米其林Restaurant是在哪里 在布拉格 不是在 在布拉格 我很好奇哦 那你你今天维也纳 你没有去排那些大 音乐家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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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故乡啊什么的 那些没有去看那些景点 基本上 你在维也纳的话 我们反而是建议客人就是多停留在 真的该停留的就是说 城市的市中心 因为你从市 因为熊布朗宫 他稍微外围一点 那这个团体会带你去 对不对 那其他在市中心的景点 其实他那个环城大道 那是真的精华中的景点 所以你那些那些那些音乐大师啊 什么乐圣啊 那些那些那些就就就必须捨棄了 他必他也是有一些辅助的一些小景点 只要你时间够 嗯 其实就是在环城大道上面很多的小景点 你用走的都可以到的了 那你带 对那基本上领队稍微带一下嘛 你例如说中央咖啡馆嘛 对不对 你会放大20分钟 那没问题 就带大家走一圈嘛 对不对 那个奥地人不是讲吗 对不对 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 我不在咖啡馆 就是在咖啡馆的路上 那是奥地人说的 对那你 那你不要下次你给我带法国 你也说同样的话 那那就看情况 哈哈哈 然后下次带意大利你也说 哦这意大利 那肯定必须的 意大利人说这个 我不在家里 这个是真的 是奥地利说 奥地利咖啡有名 对奥地利咖啡 对不对 好 高帽子咖啡嘛 小红帽啦 对对对 还有还有现在他们蛋糕都来了 那个小红帽蛋糕 对对对对 好所以奥地利行程大概结构就是这样 对奥地利行程 所以离开萨尔斯堡我们就往 捷克 捷克走 就往方向捷克 怎么走拉车过去 对那你捷克的话 这基本上不出好还是几个传统的大典 这个大典 所谓的布拉格 嗯 然后所谓的温泉镇 布拉格我们待几天 布拉格我们待也是待两天 待两天 对 那布拉格两天 然后再加上 旁边的延伸出来的温泉镇 卡罗尔利 马里安斯基 嗯 然后他南部的话 像我们从奥地利往北走的话 大概一开始就会先到这个所谓的 科伦诺夫 嗯 好对不对 然后这个像一般的行程的话 大概就没有办法去到这个 捷克号称捷克三大城堡的另外一个 这所谓的赫鲁波卡 为什么 因为时间的一样时间的关系 对不对 你今天时间多的话 像我们 像我们是安排到令子住的话 可以直接北上的话 你看这个地图的话 他其实赫鲁波卡就在上面 其实也是很方便 嗯 但他们就是没办法去 欸没办法 一般行程时间不够 时间不够了 来来你讲几个 就是说几个独家安排的景点吧 在捷克 捷克的话 基本上 他这个就是说 像我们家的话 以这种传统来讲的话 时间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在捷克 除了布拉格之外的这个地方 好高 布拉格你们有独家安排吗 有一些独家的 或是非常特色的 布拉格的话 那严格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 以我们家安排的景点来讲 市场上 说实话 大家都有 但是就是说 你有没有办法 在你去这么一次布拉格当中 你该看的 该玩的 都玩到 该买的 通通都一次搞齐 哦 这个是你有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没有说 的确有人说 哦 布拉格有名 哦要去什么黑光剧 黑光剧你有没有时间 嗯 你也没有你有 有福尔塔瓦和游船 你有没有时间 你也排了 你也可以 哦呦 对不对 所以说 内涵哦 都内涵 你重点是 有没有时间 那如果说你今天 有没有想想看 你从布拉格 如果说你必须要 拉回到威也纳的话 那你必须多了好几百公里的车程 那我今天就从 直接从布拉格离开 就顺顺走 对就顺顺走 甚至我最后一天 离开早上 对不对 我们都开玩笑讲说 这最后各位贵宾 梦还没圆的 赶快 还有这个最后半天多的时间 不是那今天大家都用土航 土航也不会只卖你一家啊 这个pattern 那当然了 别人也会拿这个来设计吧 多少有 但是实际上 这也是我们就是说 这几年一直在告诉消费者 也在推广的 就是说其实旅游有时候 对不对 因为台湾很多客人 尤其是比较年纪 比较资深的一点 他说他很怕就是说 说可能搭国外的航空公司的飞机 为什么他们会怕 语言嘛 语言不同 所有外籍航空上面 都会配三四个华语的 对 除了有搭配会讲中文的之外 其实他甚至就是说 因为他为了要对不对 顾住台湾的旅游市场 嗯 他其实甚至上面 他最难最怕难沟通 可能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嗯 中文菜单都有 对他现在连中文菜单都有了 还有一个比较讨厌 就那个video 啊没问题 现在都上面都有汉语了 真的假的 全部都有了 哦 我昨天刚也是搭土耳其航空回来 我还看那个嘛 《完命关头8》 哦真的啊 已经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 讨厌 对啊 我觉得这种做外籍航空 很过瘾的事情就是 第一个如果 经济厂也有啊 也有video 对没错 也有萤幕 这个可以看很多芯片 对芯片 对这个可以打发你的那个无聊 打发时间 对啊 打发时间嘛 可是那个《完命关头8》有中文 中文 有中文字幕啊 中文字幕 真的假的啊 真的真的真的 好过瘾啊 对啊所以说 其实老外来航空公司真的就是 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 好语言 这其实根本不是问题了 对了 而且更何况 以我们国人现在消费形态来讲 出国也已经几乎是一个常态了 对了 对不对 简单的英文简单的沟通 这基本上都也是没有 还是有人会害怕嘛 这个时间可以克服一切 你什么时间啊 对不对 你多出国几次一次两次三次 慢慢的 这都不是问题了 这都不是问题了 好啦那捷克 捷克我们排了什么独家行程 捷克的话 克鲁波卡古堡 因为这个 别人没排 这个宝你讲一下 这个基本上捷克三大城堡 第一个在布拉格 这个毫无疑问 第二个在这个所谓克伦诺夫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赫鲁波卡 赫鲁波卡 赫鲁波卡古堡 这个距今现在也有差不多七百多年历史了 它是一个防御性的 它是一个仿英国的温莎古堡 它是一个宫啊 行宫式的 像一个宫殿这样子 所以它不是为了军事用途的 基本上它不是为了军事用途的 它是为了爽的 可以说爽 可以啦 这个基本上就当时候这个城堡主人 他去参加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的这个旧职大典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旧职大典 看到了 他就顺便去看了一下这个温莎嘛 那看到这种英式的这种宫殿建筑的时候 觉得很不错 回到了杰克自己境内 他就 我们搞一个 也搞一个这个温莎巴 对那这个史诗说一般 台湾的旅游这个市场比较少 会去注意到这个景点 那里面里面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昔日的这个 昔日的这个 这个家族的辉煌的东西 对不对 这些家族都流起来 建筑啊 它那种科 其实去看 我去的时候都会叫客人注意看它的 这个小细节 像它那个门的那个玄关把守 为什么 对因为它那个玄关把守 我记得很有意思 是 它是一个人头 上面还有类似像有一只 啄木鸟 夹灰 不是夹灰 它上面还有一只 像啄木鸟的那样 就是艺术 在啄这个人头 这有意思的吧 为什么因为 那个人头是这个 阿拉伯人 土耳其人 以前厄图曼土耳其 对 想要 想要侵入欧洲 讨厌它 所以就 就像一个啄木鸟 啄啄啄啄啄 是这样子 小东西 里面 里面一定还是有什么艳客厅 那一定有 那一定有 对不对 然后一大堆的油画 对一定有 它其实它的外观最主要 它的外观是真的是很漂亮 外观 好 这是独家安排 我们再进一段光 待会来 在捷克还有什么 你们独家安排 而且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 待会儿再讲 来我们继续跟行舰旅游的领队 范士文聊 他们家安排的设计的 奥地利捷克深度之旅11天 因为航空公司用的队 进出时间安排的巧 所以传统的量饭行程 大概都10天 他们是11天 但是因为早班机去 然后晚班机回 所以又多一天 所以他们标榜 他们的行程 11天却有12天的内容 那一般人可能10天就只有7夜 他们11天却有9个夜 那足足多了两天了 晚9天 对晚9天 所以他们可以有很多特色的安排 除了尽情畅快的欣赏景点 或体验以外 他们有些独家安排 上个阶段就聊到了 比如说他们去一个特色的家族的古堡 还有什么特殊的安排 其实以捷克来讲的话 他的吃也是很不错 来来来 你们你们排了米其林 除了米其林之外 还有一个交响情人梦 前几年一个日剧 交响情人梦 顺便在那边取景 你们也排了 那个也有 那个有粉丝吗 那个有 像我这种不太追日剧的 不太追 表示你还知道 我是连听都没听过 对不起啊 我也是透过客人告诉我 让你回来再查资料 对 原来这个是日剧 你排了 对 我们也有跟着跟着排 这样子 难不难啊 排进去难不难 排进去其实 就看有没有心而已 不是 你应该如果这么红的话 日本团应该也是强那个地方 日本 日本客人的确是不少 对不对 日本客人 那好不好排呢 穿厅座位有限 那怎么办 那也就 他是星级的餐厅吗 不是 他不是但是他算是一个特色 他在这个 就在布拉格的福尔塔瓦河 他的他的 唐边山丘上 整个上去可以俯瞰整个 就景 整个布拉格的 漂亮 那餐厅餐食好不好 餐食我觉得其实 是什么啊 口味啊 以口味来讲 台湾人可以接受 因为台湾人 吃什么嘛 西餐 三道是 对不对 才三道那一块肉一块鱼 对不对 一个前菜或汤 对前菜或汤 对不对 再一个小蛋糕 对蛋糕甜点 或是说水果这些 对那 其实我觉得餐的话 以我自己来讲 我本身不是很重吃的 但是餐我可以接受 而是他那个view真的是 无敌 无敌 无敌美景 无敌美景 所以你们会排一个 我们会去排 日剧那叫什么名字 再讲一遍 交响情人梦 交响情人梦的 餐厅 那个餐厅名字叫什么 好 捷克文可能大概不好 不好记 但是基本上 你在入口晚上 你搜寻交响情人梦餐厅 捷克都可以看得到 好另外你还排了一个 米其林餐厅 对在米其林 那个是的话 那个会是在这个 布拉这个福拉塔尔河旁边 河畔的这旁边 他厉害在哪里 这个餐厅厉害在哪里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 一般来讲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出去玩跟的团费 就是预算有限 对 那可能就是说你要吃到 真正的高档的餐厅 不一定有 对很多都排团餐嘛 对但是基本上 像以我们家来讲的话 你不认是中古世纪的这种晚宴 你们排 也有在这个所谓克伦东夫 对不对 那在捷克其他地方你有吃 对不对 猪脚 斯拉夫人猪肉为主食的 也会有 对不对 那这个他的 捷克猪脚跟德国猪脚不一样 还是不太一样 那哪里不一样 我觉得 我觉得德国的猪脚 可能没有捷克那么那个 那哪个 比较 我觉得捷克猪脚比较酥一点 酥脆一点 酥脆一点 是不是 对我觉得它酥脆一点 那可是跟我们台湾的口味 又是不一样了 那 万卵 那你怎么比这个呢 那我还跟控肉比呢 完全不一样 其实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体验嘛 对不对 所以说 以我们家餐食来讲的话 不排太多的中餐 真的 中餐要有 对要有一两餐 你有把握了 就是人就是有到这个 要到这个档 所以就不必大 就大胆的去排风味餐 对不必一定每一餐都要 中餐中餐中餐 buf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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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boring 对 中餐是一餐 穿叉的 好对不对 让客人解解胃 对不对 这些那些大部分都是以西餐为主 很棒 那你现在讲这个米其林餐厅 它叫什么名字 MEL 怎么念啊 MEL Y N E C MEL Y N E C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布拉格 布拉格的福尔塔 查理士桥的旁边 你一边吃饭一边欣赏查理士桥 吃完饭之后 直接从查理士桥展开你下午的行程 走路 对 walking tour 走路 对 顺便消化一下 吃完了就消化一下 这个餐厅需不需要浓妆艳抹 慎妆出席 不用 基本上我们会跟客人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 不要太随便 穿有领子的 最好 对也不要给我穿个短裤拖鞋 那个没礼帽 你到这种餐厅就是这样吗 没有错 所以好了 所以你们是少数有排米其林餐厅的 这个行程 澳地利 去澳地利或者去捷克要买什么 非买不可 你会推荐 四华六十一水晶 水晶 那还买啊 那台湾都两个牌子咯 这个不能这么说 那怎么说 你在纠正我了 你在澳地利买的水晶 第一个 正货 第一个 正货是一定啦 不是那你还会去他的博物馆 他的总部其实我们不会去到 因为是在英斯布鲁克 我还去过了 你有去过 那个大嘴脸 那个绿色的那个大嘴脸 买来买去也只买了几支铅笔而已 铅笔也不 那奥地利就产水晶嘛 那奥地利很多从德国的东西过来 其实也不错 对不对 你像这个欧洲现在大家都去想要去买 那个行李箱嘛 remover 在那里买真的有便宜吗 那当然 因为奥地利退税高嘛 他至少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下次帮我带一个 那我钱给你 好我们私下联络好 好不好 对不对 其实捷克也不错 捷克的Morse水晶也是世界有名 Morse 捷克还有好几个水晶 还有一个叫什么巴拉克啊 还是叫什么黑水晶啊 对对对 对不对 那个Philips大帮设计的 哇哦 那个也很有名啊 捷克的水晶有名了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 买水晶还有呢 我是认为 德国的东西可以买 因为他当然 对他德国的东西 德国耐用啊 你这样讲德国东西才多了 那更多了 就帮我弄个宾室回来 这个也是事后再聊了 那你最好是做得到了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咕咕中 奥地利不需要买咕咕中了 下次去德国再买 就是去德国啊 再去德国再买 对啊 还有什么 就是小东西 蛋糕一点 蛋糕就不用了 为什么 我觉得吃的东西吃一次 对不对 体验一下就可以 有人要啊 有人要回来送人啊 扛着怕 保鲜 撞来撞去 还有还有什么 你觉得很有意思 捷克有一个保养品牌吗 波丹尼 那什么鬼啊 波丹尼你不晓得 不要瞧不起人吗 我就是不晓得 来说一下 波丹尼它 植物性的嘛 植物性的一个保养品 有什么 这大家都是草本植物啊 海藻 海藻 什么深海面膜 深海这种洗脸的啊 然后这种 你叫我不要带蛋糕 你叫我去买这个海藻 然后来外用 不要内服就对了 你比较重视外表 你比较重视外表 对对对 你是个外貌协会的 也可以这么说啦 是不是 我们比较重视内在 我们要用吃的 还有什么 太多了 太多了 那你要讲嘛 多你就讲你自己最喜欢 你朋友去你一定叫他买什么 我朋友去啊 这就回来伴手礼我送人买什么好 我总不能 简单的小东西 我总不能买 买水晶送朋友吧 你有那么 水晶错刀啦 简单容易带 水晶错刀 错刀 水晶 用水晶做的 错指甲的 对这个在捷克 小小的东西但是很多人都会买 很好用 很好用 又漂亮女生嘛 哪个女生不爱漂亮 指甲 我又不像你年轻貌美帅气 要送那么多女生 我又没有 可是你们办公室的女生都是漂亮的 是不是 你嘴巴要不要那么甜 这个肯定必须 好现在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行建旅游的范石文 油腔滑掉 以后要报名找他 没有啦 哈哈哈哈 找公司的人就对了 找我就无必了 好啦好啦 那最后 最后回来的时候就是从 布拉格 布拉格回来 欸 我忘了问这飞行时间多久 台北伊斯坦堡差不多十一个小时 伊斯坦堡转到欧洲去 大概都是在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那还好欸 其实是不错啦 那转机时间会很久吗 也是两个半小时左右 刚刚好 刚刚好 休息一下刚好 又不能太紧 又不能太松 太紧是怕行李转不过去 太松了你就上到街 浪费时间耗在那边 两个半小时刚好 差不多 两个半小时时间 回头也是一样 回头到了台北几点 到了桃园几点 到了桃园大概是六点左右 下午六点 下午六点左右 刚刚好 第二天上班 没错 对不对 好了 听众朋友这个 行电旅游 他们有一些行程真的是深度 然后呢 有一些独家的安排了 现在他们跟我们分享 这个诗文跟我们分享 他们家的奥地利捷克深度之旅 就十一天了 光是这个天数啊 就足足的比别人多了两天 然后有一些独家的安排 听了如果心动的话 自己上网 或者是相关资讯自己去寻找 我相信啊 你现在的这个 网络科技发达 要找资讯很容易 我们谢谢诗文到我们现场了 谢谢老各位 谢谢 拜拜